开局甩掉未婚妻 转身我开始捡垃圾 小心 你在开玩笑吧 我去哪里搞这三十万 还有几天就要举办婚礼 丈母娘一家居然要加价三十万 我赶紧骑着自己的小毛驴赶到丈母娘一家 一家人整整齐齐 好似就等着我上门 白小心泪眼 活缩地开口道 三秒 我也不想这样 可是我弟弟需要这三十万当财礼 丈母娘也在一旁说道 三秒啊 也不是我们逼你 你要是能拿出三十万来 这个婚礼就正常进行 拿不出来的话 我家小心有的是男人追 之前不是给你们四十万彩礼了吗 现在让我上哪儿搞钱去 白小心 你真的要逼我拿着三十万吗 白小心看着我绝望的眼神 心里也是被扎了一下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李秀英在一旁赶紧说道 小心你可不要当白眼狼 你这么随便嫁出去了 你弟弟该怎么办 白小心迟疑了一下 然后说道 对不起 三秒 我也不想这样 但是我弟弟他 行吧 那这婚我不结了 不等众人开口我转身离去 一个人失落的走在街上 想想这些年为白小心一家付出了太多 工资大半都进了白小心的口袋 最终却成了冤大头 如今决定离开这一家子 心里却突然有种如是重负的感觉 小伙子来抬抬脚 突然被一道声音打断 只见一个大爷提着个编织袋 看着地上的瓶子两眼光光 像是捡到了宝贝一样 然后大爷头也不回地潇洒离去 有那么一瞬间觉得大爷这种生活好像也不错 等等 我怎么还羡慕其捡垃圾的生活了 捡垃圾 这辈子都不可能捡垃圾的 此刻一道声音忽然在脑海中响起 无限捡垃圾系统已绑定 什么玩意 我愣了一下 难道是传说中的系统 不过为什么是捡垃圾 破系统 我能靠你做什么 本系统唯一任务就是捡垃圾 宿主从今日起成为拾荒者 所获得的垃圾物品 可与系统进行交换 具体奖励物品为之 捡垃圾得奖励 什么玩意 我一脸猛逼 我堂堂一届白领程序员 居然让我去捡垃圾 开玩笑呢 不去 绝对不去 系统温馨提示 请诉主即刻开始捡垃圾 虽然被系统催着 但我毫不在意 捡垃圾这种事绝对不能干 事关男人的尊严 没有任何余地 想到这里 我还朝前面的垃圾桶扫了一眼 我的内心是极力抵触的 但总有种奇怪的感觉 引导着我去捡 要不捡一个试试 毕竟是个系统 说不定会有惊喜呢 于是我像坐贼一样 徘徊在垃圾桶附近 我无法想象被人看到 我捡垃圾的画面 趁着没人的时候 偷偷从垃圾桶里 捡了一个一拉罐 然后就看到一拉罐 从手里消失 诉主捡到一拉罐一只 系统奖励130元 什么130元 我正纳闷着手机传来 短信的声音 我打开一看 果然卡里已经入账130块 这他喵的还真有钱 我深吸了一口气 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 捡垃圾不赚钱 谁在和我说这种话 老子跟他急 奥